A.P. 表態又不是時尚 如果你怕被誤會有政治立場 你也可以試試這一件 I'm from Taiwan 各位台灣的朋友們 出國時是不是常常被外國人問候 阿娘先生喔 甚至是 こんにちは呢 哼哼 我知道 很困擾吧 台灣人啊台灣人 這個身份就應該好好向世界炫耀啊 不要再被外國人搞錯啦 今天就是要交給大家 3招 如何让全世界知道你是台湾人 出国时第一个接触到的场所呢 想必就是机场 而机场也是最容易跟世界各地人接触的地方 我们一个亚洲华人脸 时常被误认为其他国家的人 这时候只要高高汲取你的护照 台湾 TAIWAN 在机场啊 手上啊 随时拿着护照 不但符合场里还可以彰显你的身份 这个道理必须善加利用啊 而且不限机场 只要你能拿出护照的时候 就拿出来秀吧 不论你是买东西时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寄写 觉得很热时 Oh my god So hot 你不想要到处拿着护照 你怕弄丢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还有另外一招 这东西穿在身上啊 不怕弄丢哦 这时候就是派上我们造势晚会的时候穿的衣服啦 把大大的旗帜 晴天白人满地红穿在身上 相信到哪里 大家都不会怀疑你是其他地方来的人 I love Taiwan 表态又不是时尚 如果你怕被误会有政治立场 你也可以试试 就一件 I'm from Taiwan I'm from Taiwan 我认识是台湾人 三国语言翻译 真是贴心 而且他们只有卖一个尺寸 所以还可以展现你潜在的肌肉哦 WOW WOW So sexy 你说刚刚那些衣服都好丑吗 哦 我也觉得 不然你可以试试看下面这一招 记得这个口号 Always compare with Taiwan 永远拿来跟台湾比 在国外不论任何场合都试用哦 把你所见所闻一切 everything Hi everything 拿来跟台湾比较 比如说点餐的时候 好贵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在台湾那边只好买一两百台币而已 我买我钱够不够耶 吃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卖比较好吃 因为我们台湾觉得最好吃了 买衣服的时候 诶 诶 诶 你看这件啊 谢谢 这个我们台湾都没有 那你说如果我今天到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国家呢 当然简单啦 翻成英文就好了嘛 你看这 我们没有这些在台湾 哇 这真好 诶 但如果是日本呢 诶 酷 酷 在台湾不是 泰国呢 美女啊你 是台湾 我认为中文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合情合理不突兀 同时强调身份 是个非常好用的手段哦 是的 减小误会就减小仇恨 以上是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三招 如何让全世界知道你是台湾人的小 POP 希望大家将来有机会 能夠出國的話呢 可以用到喔 不過最近還是不要出門好了 不要亂亂跑啊